作詞文章 李宗盛 它不是在一個都會區 人口非常集中 非常熱鬧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廣大的空間 不管是室內或是戶外的空間 還有它的歷史跟文化 對藝術家來講 只要尋找靈感 或是提供一個比較寬廣的創作空間 這個空間是滿適合的 我需要大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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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应该成为大幅 我找了很多地方 可以给予我们一个大幅 幸运地,苏朗朗朗有一个很美的 幻灾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来与我们的工作 一個建築物的建築物 有些困難 因為一個建築物 一個建築物 我的文化 你必須要保護 所以我試過不壞 我試過保護 我試過保護 這個建築物 是很困難 但是你也會學習 為何做不壞 受傷的空間 我覺得是挑戰 這空間 我看是很好的 非常大 你有很多機會 我看是一個 一個很高興建築的地方 很久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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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een the fruits, the flowers, the plants 我們要示範給你們看 好,開箱了 好,開箱了 其實很棒 有2012歲的學生 他們很興奮 他們很興奮 他們沒有關閉的照片 他們沒有關閉的照片 像拍攝直接進去 或其他類似的照片 有很多的照片 有些照片 但這是很興奮 因為 我可能不做 所以 這是一個合作的 合作 每天的照片 我們做了照片 跟孩子 但也跟老人 跟一些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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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一些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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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其他類似的 甚至一些藝術 從Xiaolong 有些藝術 跟200米的藝術 從那裡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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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驚訝 他們不能用手機 開箱 所以這次是真的 很有趣 很興奮 他們使用這個 幾乎 很多 他們想要設計 更大 因為他們還是有機 開箱 開箱 給我 那是 又是 Wednesday night I've don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how they look at their home town how they look at the place they are living in and with them I was able to visit in another way the spaces and people were really friendly and curious and participative a lot I don't need to speak a lot because you can feel and see it in the drawing that they did I think a bit impressed at the beginning because the walls are quite big 我們做的問題是要怎麼畫好 我們來看看您的環境 很多事情的發生不只是大都會才可以發生 連一個小鎮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藝術活動 我覺得這幾年蕭榮藝術村這樣一直經以下來 其實我是覺得很感動 而且藝術家都會扮養很多工作方 那我覺得民眾就可以這樣 很近距離的就來參加一個藝術活動 也不用說一定要跑到台北市 或者是跑到一些大城市 我覺得這個部分對蕭榮來講 或是對在地距離來講都是非常棒的 整個園區整個規劃我還蠻喜歡的 尤其是兒童美術館 跟小朋友互動的這一塊 讓這個園區變得更生動更活潑 藉由不同的展演可以讓他們了解不同的作品的 美財表現或者是展出形式 尤其是現在幾乎幼稚園小學都有更多的不同的美術課程 或者是像蕭榮這邊也有很多展覽可以看 我覺得從小扎根還是蠻重要的 慢慢的潛移默化 所以需要時間 我覺得有這樣一個地方是好的 有別於其他文創園區 台灣很多地方的文創園區 的確讓人耳目一新啊 大小 Sharma 大小哈 大小山 藝術村 藝術村 藝術村至少在國外我的經驗就是說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完全為藝術家而存在的一個場域 他提供不管是在经费上面 或者是资源上面 或者空间上面 让艺术家能够尽情地 把他的想法表现出来 骁龙等于是说 首先是提供国际艺术家的一个展演的一个场所 因为他其实很受欢迎 如果从人才的培育来说 目前骁龙有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构对我来说是一个 就是很像是一个天使计划一样 就是他帮助艺术家能够把他可能靠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来 或者是说他脱离原来生活环境 然后进入另外一个地方 他可以怎么样重新去整理自己 很多艺术家都是第一次来台湾 第一次来台南 所以对他们而言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是在探索 艺术家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尤其骁龙这边 本身就有一些展馆 是针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所做的介绍 那我觉得骁龙应该算是一个 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艺术村 所以也更能够提供这些艺术家来探索的时候 他不管是时间的纵向 或是影像的空间其实都是一个最适合艺术家处存创作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最适合的地方 那是一个最适合的地方 在海当中的地方 我已经在海当中的海当中 无法发生了 海当中的海当中的海当中 很难适合 海当中的海当中的海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